那除了罗萨里奥表现的咄咄逼人之外 菲律宾的媒体在整个黄岩岛事件当中 那也是异常的活跃 甚至比一些一向喜欢挑事的外国媒体更加亢奋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菲律宾媒体激动 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 在双方对峙的第十天惊呼 中国军舰来了 只字不提菲律宾调配三艘军舰的事实 菲律宾星报甚至出现了中国人滚出去的过激标题 美国媒体淡定 与菲律宾媒体相比 美国媒体则比较冷静 华尔街日报曾坦言 中国将是这场对峙的最终获胜者 菲律宾将成为中国云业政策的最新牺牲 韩国媒体八卦 韩国《信史报》在中非双方对峙之余 还关心其菲律宾总统的感情生活 据报道 军事对峙让阿基诺三世无暇分身 整整一周都抽不出时间与女友见面